兄弟姐们大家好 吃饭 鸡腿 广西酸笋炒非常 没豆腐 这个酸笋炒非常过瘾 嗯 皮带没辣椒 皮带没辣椒 哇 龍蝦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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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糯米笋炒肉 这个的话是咱们湖南的糯米笋 山上小笋子笋间做的糯米笋 吃起来嫩脆爽口 炒肉炒腊肉炒腊肠都可以 比较轻轻轻轻轻轻 炒腊肉炒腊肉炒腊量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糯米笋 这个糯米笋是咱们湖南的 258克一袋 258克 平常的话给大家发三袋 对不对 一袋发三袋 然后今天下单的话 再给大家送一袋 再送一袋 19块9 到手这样五袋 非常的划算 这笋子吃起来真的很脆很嫩 喜欢吃笋子的兄弟姐们不要错过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吃小和虾炒辣椒 很下饭的一道菜 这个是我们湖南这边 小和小溪里面的小和虾 捞出后自然烘干的 特别香 对 来给大家进去你看一下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然后它是全干的 对 咱们炒辣椒 平时我吃那个炒韭菜都可以 对 然后咱们家这个虾的话 一份是两袋 一袋的话就可以吃两顿 收到货咱们支持四次一顿 炒韭菜炒辣椒炒苦瓜都非常好吃 这个是干的 收到货咱们用温水泡个十来分钟 然后直接炒就可以了 对 快吃饭吧 可香了 这个是淡水虾 不是海虾 特别干净 它就蒸在我们这边小和里面 里面也没有啥虾线啥的都没有 干净无啥 然后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丰富 就喜欢吃辣椒 辣椒切碎 炒这个虾 真的很下饭 没吃过一定要尝试一下 温海 好 有 外面的蜂蜜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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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